七十年代的末期 由于像邵斯总大公司 它的产量逐渐的减少 独立制片就趁机纷纷的崛起 来补充市场的需要 独立制片呢 它把一批新进的电视台编导 推进了电影工业 促成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 这批新导演呢 一鸣惊人 作品除了受到重视以外 可能票房也有相当优秀的层次 在我们这集《上市大排档》呢 跟大家一块继续回顾一下 当年香港新浪潮 我们要从他们的作品里面取经 您好 我是郑佩佩 欢迎收看《上市大排档》 其实新浪潮大部分来说有一个特点 很多都是在外国读书回来的 有些在美国 有些在英国 或者有些在意大利 新浪潮的所谓精神 其实都是散修修的 其实个人的想法 其实个人的行为 都不是很相同的 在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建议 每个人都好像蛮有代表的作品 你会不会有一个整体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整体 随刻 你会看到我根本是另一个人 可能不是人 静一点 你看崇珊 吓死你了 许安华也是另一个 可能是淘滚到海 放在很长时间的长时间 我不会这么做 许安华也是另一个风格 谭家明也是 你看到它是很欧洲式的 这种色的配搭 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你觉得很悦目的 很有趣、好玩的 我当时记住了一个好的名字 我反而看到它 实验电影的作品 拔过可乐盆 突然觉得是一个很能力 很厉害的 动感、很琴 我就是很地道的 就是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然后有点满意 就是看别人的东西 学习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我想是个个人都不同 就是刚刚我从纽约回来 对很多的事物 都是从一个 好像从大城市那种 那种西方的 一种电影感也好 或者是西方的城市也好 剩下一些东西 觉得可以运用在香港的环境里面 许克尔也是在电视台就认识了 也就是对电影的一个 非常热衷的一位 一位行家 他有非常充 就是精力充沛的一种创作力 也有非常强的性格 就是一个非常生龙火虎的 一位这样的导演 徐克呢 譬如他的蝶变 其实刚刚和我 《点击冰冰》那时一起上画 其实看了真的很害怕 吓死了 和我一起上画 幸运来 反而我们那部戏 就是一个平平实实 简单单单的《点击冰冰》 那时就卖赢了他 我觉得他可能 就是那时候也这么说 他是比较先进的 有人说他就是先进过头了 就是可能那个年代未到 就是我自己很接受 就是有些人可能未接受到 当时我想拍一部戏的时候 我可能不懂功夫 那我自己就认为 其实我自己应该走一条 不同的道路 那就想 不如我们叫 未来主义的母合剧吧 那什么叫未来主义的母合剧呢 我们认为是机械 牵涉到机械科技的东西 这就是未来主义的母合剧 一看母合小说的过程里面 原来发现 母合小说的根源是来自 很多的比较重祖的母合小说 那母合小说就比如江河旗合转 或者熟山旗合转那些地方来 那我看那些小说就发觉 其实那些小说 那个时间里面 所牵涉的那个母合味道是不一样的 它们说的其实都是先进科技 其实是在火箭 在说导弹 在说电话 在说电报 其实那个世界是一个哲变的延续 主义这个题材的时候 牵涉到很多空间 景和手法的东西 原来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在想那件事 不是母合剧那么简单 要叫特技片 是要牵涉到特技的 看熟山更加厉害 看熟山更加厉害 觉得 哇 他也是用一个土制的特技 有些人调威也 怎么摘位 在那个年代看到他 就觉得真是 真是吓死人的 当年拍完蜡片之后 我就跟我们工业的人聊 电影人聊 其实这个特技是什么回事 特技不是我们的东西 特技是荷里活的东西 我说是吗 那我们是否没什么机会 特技是没什么机会 我们的工业里面 没有什么人认识的东西 但是很贵 有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应该不要害怕这些东西 去面对这些东西 去把握这个工具 我自己有个偶像 譬如我看譚家明那些东西 我觉得很好看的 譬如有七女星 他大胆到那时 一个广告时间 大约是十二分钟 十三分钟左右 他就找了一个女孩 那时很青春 那个是岸西 然后他就摆着一个镜头 就这样对着她拍摄 岸西就在那里说 我家里的猴子很大 很小又不知怎样有刺 说了十二分钟 十三分钟 就是很特别的 不然当然 如果不喜欢看的人 觉得你是不是有没有搞错 当然我看得到 你是不是 你这样也够胆 譚家明第一部就是爱杀 爱杀的感觉就是 他玩了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又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红蓝白 什么都是 浪的布也是 大背景也是 这样玩法 你觉得原来一个电影 可以用色调 你会玩出一个风格 它其实当是一个美感 一个美术 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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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